大家好 近期网上热议的徐州巴海事件 徐州市成功地消耗掉了本已不多的公信力 现在轮到消耗江苏省的公信力了 徐州巴海铁链母事件 引起广大网友热烈关注的 是一个关于铁链女就是四川南冲的李莹谣言 该谣言成功地帮助传播了巴海母事件 而对该谣言推波助澜的则是几个微博大 其中就有一个前调查记者 该前调查记者韩沙摄影的提问 若有所指的转发 选择性的爆料 欲言又止的留言 积极与造谣铁链母就是李莹的大V互动 将粉丝的目光引向铁链母就是李莹上 并不断扩散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有网名为《来福单身者舞会》的网友 发表了一篇文章去星号星号化的讨论风险 对事情经过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揭露了该调查记者大量惊人内幕 为了更好的推动政府解决巴海姆事件 解救更多的被拐妇女 严惩责任人 特将该文分享给大家 为了避免麻烦 特将该调查记者名字隐去 用该记者来代替 以下是文章内容部分 请停止吹捧该记者 拐卖妇女作为一种涉及人口贩运 强奸 非法拘禁 既有多方共谋 又有漫长历史的犯罪现象 不应在迟道的反思和追责中 塑造出一个男性道德偶像或男性权威 何况 该记者在性别问题上有严重的劣迹 我对该记者的不信任 来自他被公开控诉性侵的历史 事情经过本文不再回溯 值得再次重复的是 该记者起诉了米兔他的和谦跟邹思聪 并在名誉权纠纷的官司中二审胜诉了 但法院判决并没有认定二人捏造虚假事实 而是说证据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其所述情况真实存在 并在判决书中一再强调受害者要及时固定证据 第一时间报警 该记者和他的拥促多次暗示法院的判决证明了他没有性侵 这是错的 判决书中还有许多匪夷所思的细节 大家自己看吧 指控该记者的人不止一个 而在判决之外 该记者也不断借助公权力删帖 打压当事人 如果足够关注这件事情 会发现多名非常有声望的资深媒体人都公开提到 该记者曾亲口在电话中向他们承认他性骚扰性侵 但在最后关头反口了 有人认为一马归一马 他在封县事件中做了好事 就应该在此事上赞许他 支持他 且不说 该记者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成问题 后文会展开说 务实层面上看 他因封县事件而得到的性别平等和公益光环 有可能让不知情的女性朋友因此信任他 和他打交道或加入他的工作 从而有机会被他伤害 宏大一点说 拐卖妇女的问题不是割裂的 而是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中的一环 一个有性别问题劣迹的人没有道歉和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对整体的性别平等并不是好事 说回封县 封县事件 除了当事人 该记者是这个事件中最出名的 他被称为关注女性权益的有良知的调查记者和英雄 基于对该记者的彻底不信任 我去看了他在事件中提供的信息和扮演的角色 我的看法是 该记者的参与 有份让封县事件在第四份通报之后继续保持舆论关注 但也有份把对拐卖成科的讨论转变为铁链女是不是李莹的单一问题 关于是不是李莹的问题 财新的报道提到 李莹的母亲说 1月30日 南充市顺庆区警方采集了她的血液样本 第二天电话告诉她 和封县被锁女子的DNA样本比对结果没有配上 在这一点上 许多人质疑封县铁链女录入公安系统数据库的DNA样本的真假 考虑到封县的公信力 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 程序的公开和透明很重要 李莹的母亲还说 网上比对的李莹照片不是她扫描上传的原始照片 而是做过一些修正 看起来确实是像 但是她看了封县被锁女子的视频 凭着母亲的直觉 从外貌上和口音上觉得差异还是挺大 在普遍有程序自动美颜的短视频时代 从照片上 判断两个人像不像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 两张照片跟本人像不像都可能存疑 有网民因为李莹母亲的反应 开始起底她和网报她 这是完全跑偏 封县事件有很多问题值得追问 不应该收窄为是不是李莹的单一问题 如果是李莹 事件就胜利了吗 如果不是李莹 事件就结束了吗 该记者2月15日上午 在微博公布网民发给她的董志明结婚证 证件上的杨庆霞照片和短视频中的铁链女的样子 被普遍认为相差甚远 当天下午 该记者在微博上确认另一张由云南亚古村带来的小花梅的照片 这张照片和结婚证上的照片是肉眼可见的同一个人 两张小花梅的照片 一张来自云南福贡 一张来自封县 二者交叉验证 确定了杨庆霞就是小花梅 因为照片和真人迥异 才有了接下来非常汹涌的小花梅 去哪了和铁链女到底是谁的追问 2月16日 该记者改口 说两张照片可能都来自封县 云南那张可能是封县警方带去的 失去了交叉验证 只剩下一张结婚证 那么问题就变成 为什么结婚证上的照片和视频里的铁链女看起来不像 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力量的 照片和本人不像有太多可能性 即便这本结婚证是真的 照片也可以是假的 一个买老婆的人 在一个拐卖妇女成灾的地方 给买来的女性随便起一个名字 随便办一个真户口 随便用假照片办一本真结婚证 都太正常了 最近被重新传播的2001年南方周末的报道 也讲了这个细节 一个村支书就足以办好这些证 该记者改口之后 开始指控第二张照片的发布者 说她误导我们认为 董阳结婚证上的那个女性就是小花梅 但实际上 正是该记者前一天的亲口确认 才疑似推出一个重磅证据 第二天 她自己瓦解掉了这个证据 并把责任推给别人 那么经由该记者的一顿操作 事情就变成 人们群情激愤 质疑为什么结婚证照片和本人不像 为什么多方给出的当事人年龄对不上 为什么结婚证上的日期是星期日 质疑当事人是不是李莹 最终有了省级调查组的彻查 目前第五份通告还没出来 但显然 上述这几个问题不难回答 拒绝前四份含糊其词的通报 要求更公正 透明的调查是合理且必须的 但如果所有的愤怒集中在一些虚设的问题上 拆除这种愤怒就变得轻而易举 比如九十年代的手写证件 上面的日期是星期日 几乎不成为值得推敲的疑点 而一个被拐卖的女性 她的名字都能被随手起并写入合法证件 证件上的年龄又重要吗? 封线事件字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逻辑开始 其中的真和假本来就犹疑不定 发酵了半个多月 信息和情绪增量完全不成比例 追求真相的欲求只有在破案上能达成一致 其余则完全是被打散的社会的自我呈现 巨大的流量既没办法撬动信息 也没有办法转化成动能 只能倒成肉身为有性别问题劣迹的大V帐粉 信息增量在这样的事件中至关重要 而为什么半个月间 只有一位记者和两位前记者发回了调查 其他媒体不被允许报道也很重要 在假中呼唤真 永远是痴心错付 在假之中 要首先质疑假 戳破假 在这个事件里 破案成为仅剩的共识 对罪恶如何在既有框架中滋生的思考 则是零碎的和不激动人心的 云破案撩拨人心 但往往难以岁月 人们痴迷于县城里也许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但人口贩卖成灾 不是因为有一个总体的阴谋 而是因为许许多多的日常本身就是罪恶的 事件按照剧本走向了落幕时刻 姗姗来迟的调查组受到欢呼 在第五份通报出来之前 值得思考的是 如果它不是李莹 如果一切只是第三 第四份通报的详细扩充版 其中并没有惊天阴谋 普通人还应该做点或者想点什么 首先是当事人的救济问题 迄今的讨论 对李莹的关注 甚至多过对铁链女的关注 如何救济当事人 已经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期望看到更多讨论 其次是现今的拐卖产业链的全貌问题 人们普遍担心移近闷棍带来的可怕遭遇 但如果不只是闷棍呢 而是欺骗 软性胁迫呢 如果不是穷凶极恶的陌生人 而是家人呢 已有的许多研究都表明 今天最普遍的拐卖 实际上是贫困地区的女性被拐卖到相对发达的地区 我们需要更多的调查 以及针对性的政策和法律工具 来实现更广泛的救助 还有追责的问题 紧就封献事件当事人来说 董志民、人贩子、当地的村官 经手办各类政见的人 在事情发酵为事件之前 对这一事情知晓而不作为的职能部门 前两个通报撒谎的责任人 还有 在这个事件之外 为什么一直以来 被拐卖的妇女 会被合法纳入婚姻制度 为什么单身男性的婚配权 被看作一种基础社会保障问题 拐卖产业链的分赃者和保护伞是谁 还有农村精神病人的照护问题 家庭暴力问题 被拐卖妇女的子女照护和归属问题 尽管很多人也把愤怒指向了他们 但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也是受害者 立法和司法问题 妇联的职能问题 跨国拐卖的问题等等 封县事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反思时刻 一种古老的罪恶呈现在现代社会中 他照出的不仅是封建未除尽 父权犹在的问题 也不仅是经济不够发展的问题 显然 应该把女性看作独立 有尊严的人 而不是看作财产 这一点仍未被大环境接纳为常识 他还照见了更多 比如流量的局限性 不能否认巨大的流量推动了整个事件的进展 但平台和监管者也有足够的工具去应对 在删帖不算太多 最近两三天才密集起来 也没有常见的那几个人搅浑水的情况下 情况其实非常可控 近两年 所有事件都变成在有限的大平台上的热度拉锯 其实对公共性伤害巨大 比如热搜本身就很可控 流量本质上不是一种信息 而是一种货币 它会汇集到更有资本的人那里去 为个人私有 在这次事件中 是该记者 相较之下 信息才有公共性和力量 单个事件的热度会消退 由此开始的讨论 应该拓宽到更多议题中去 也应该更聚焦真问题 而不是被该记者这样的人带入虚妄之地 为他平添不应得的名誉 以上就是该文全部内容 相信广大观众听完后 自有判断 其实该记者很清楚那些爆料的真假 正因为知道那些爆料是假的 很容易被揭穿 不会造成真正的杀伤力 所以才敢用公开提供线索的方式来引流 既挣了钱 又洗白了自己 重新成为带头大哥 道横太深 不得不服 这年头 不顾真相随大刘庄正义楷模很容易 有独立思考坚持真相敢于逆行才可贵 很多网友 受这群别有用心的大V影响 对所有不接受铁链女就是李莹这种拙劣谣言 坚持独立分析的人士进行攻击和谩骂 诅咒 对该调查记者真是失望 不信她一个老江湖会连这点事都看不清楚 连是不是李莹都还在纠缠 为了流量真是没底线 我们不应该在继续纠缠铁链母就是李莹这个谣言上 不能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 而攻击坚持探索真相 独立评论的人士 更不应该网爆一位孩子失踪多年的母亲 谢谢大家收看 让我们一起关注徐州八孩事件 解救更多被拐妇女 推动社会进步 感谢观看 到前面 状态 解救更多被拐妇女 深入了 编号 冻 冻 冻 感谢观看